Kawasaki Z650 RS 復古外觀 動力超駕 卻偏向性能車款 一切的動作都很流利啊 我們直接用視覺感 你視覺上看下去 好像是很復古的鋼絲框 它給你的這個流利感 完全不像是649cc 後土竹那邊真的是好帥 感覺很像那個 鴨嘴獸 不是鴨嘴獸啦 是那個武士的那個鎧甲 你一罐油門發現 哇 真的是哇 會這樣 真的就是去跨上它 好好的去感受它 現場看一下它本人帥氣 好啦 先去践了 嘿 大家好 我是爸咖小肉 今天我們要試一台 披著羊皮的狼 表面上偽裝起來 是一個復古街車 事實上呢 它的性能調教 真的是非常的讚 Kawasaki的Z650RS 超爆帥的 我已經等不及 等一下馬上要去 好好地試一下 出發帥一點 究竟一台復古外觀 但是動力抄架卻偏向性能車款 而且把自己的對手設定在自己的老大哥 這一款車到底會是誰呢 嘿 大家好 我是小肉 我是Rubber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聊的是這台 Kawasaki的Z650RS 率 外觀 性能 聲浪 價位 還有實際騎乘感受 這五點跟大家討論 首先我們從外觀的部分開始 說到這個Z650RS 其實最一開始的時候是在網路上 我們開始看國外的影片 還有日本的影片 IG等等之類的 我們發現 哇 銀色真的很帥 Robin 你那時候喜歡什麼顏色 那時候最喜歡的就是銀色 我那時候在網路上看 說實話 覺得其他顏色都不帥 但是銀色真的是帥到爆 真的 可是 當我真的看到車子本人之後 你有沒有改變 你看到車子本人 你有改變嗎 我變新了 你變新 你變什麼顏色 糖果綠 你是糖果綠 從銀色變成糖果綠 像我自己的話 我就是變成那個50週年限量版的 那個火之浴配色 那個也很帥 對 因為那個近看 你以為它是紅色或什麼 其實你近看 它是超漂亮的 咖啡酒紅色 再加亮片 但是它已經買不到 金蔥 對 它已經買不到 它稍微貴一些 但是它已經好像 399000元左右吧 對對對 男生最注意的車頭燈的部分 車頭燈我最愛的車頭燈 這一次的車頭燈的又大又圓 它除了車頭燈又大又圓 它還有兩個炮彈 就是加起來是三點 全部的都OK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它是兩個儀錶板 但是它有一個小祕密 它中間有一個 液晶的 它不是只有單單給你兩個指針型的復古的儀錶板 這結合復古跟現代 它的這個油箱跟它的老大哥 Z900RS 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重點是它本人比較纖細一些 這就要看大家啦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說 Z900RS它就是體積這樣好像很大 騎起來比較有負擔 那可是Z650RS它的油箱就是比較纖細一點的 所以在視覺上跟在騎乘上 可能都會對新手或者是對女性的騎士 更加分更是優點 比較友善 對 今天要來騎的這台車 我一跨上來就覺得太厲害了 有沒有 現在才二檔 一個人重視高扭力的Z650RS 真的是太帥了 你看這個彎道感覺 其實騎起來一點都不像復古車 這台車這樣加速起來的動力 是很過癮的 而且我自己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過彎很靈巧 沒有復古車感覺好像只能慢慢騎的這種感覺 對 一切的動作都很流利啊 好像這種很彎的地方 基本上你一回遊 它就過來了 因為我覺得呢 這台車的擋煞相較之下 好像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呢 它在一回遊的時候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它擋煞很重 哇塞 哇塞 這台車呢 它的數據呢 其實如果你單看數據之下 它沒有很暴力喔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騎起來就會這麼的神奇 厚土廚那邊真的是好帥喔 那個厚土廚你側邊看 感覺很像那個 鴨嘴獸 不是鴨嘴獸啦 是那個武士的那個鎧甲 肩膀這邊的鎧甲 有沒有一層一層的那樣子的感覺 不好意思 我low了 鴨嘴獸 很帥喔 這就是男生喜歡的元素 像日本暴走族會改更長 暴走族都改很長 對啊 可是我覺得Z650S 它現在設計的這個比例 就已經很好了 很完美 然後再來就是 當初我們在看這台車的時候 Robert就一直跟我提說 它的輪框太帥 輪框太帥 尤其是你剛才喜歡 糖果綠的輪框 糖果綠的輪框是特別的 金色輪框 它這個輪框是故意 雖然是鋁合金的輪框 但是它是故意設計了20幅 所以感覺起來好像是 你視覺上看下去 好像是很復古的鋁絲框 但它其實是無內胎的鋁合金框 在避震器的部分 前叉就正叉 倒叉比較帥 可是正叉好像比較復古 對 正叉比較復古 沒錯 性能的部分 它是一個並列雙鋼的一台車子 649cc 62匹馬力 6.3公斤的扭力 哇 這個很猛 我一直跟大家提倡的就是說 不要單單只看這個數據上面的數字 你一定要去實際的去騎 就像我在騎的時候 我就說 哇 我真的是膚淺的 光看它的那個扭力 好像覺得就是一個 我這次也偷偷的騎了一下 6.3嘛 對不對 真的大家都膚淺 真的大家都膚淺 是不是騎上去之後 你一罐油門發現 哇 真的是哇 哇 會這樣子 這個車子的性能呢 非常的流利 你看像這樣子 它的路如果是有點彎的情況下 身體稍微這樣一擺 基本上它就跟你一起過去 車子一點都不重 不到200公斤 加完油 加完油 12公升的油箱 其實 縮大不小 我覺得很剛好 不會讓你覺得說 你的大腿這樣子要打很開 不用 好 騎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姿勢 然後踏板的位置 我覺得也設計得很好 三檔 哇塞 我覺得這動力真的是很讚 說到就到 動力說到就到 個人呢很喜歡它的指針 儀表板 雖然平常呢 我騎的那台車 它是數字型的 電子式的儀表板 數字型的 但是 Z650 RS 它給你雙指針 再加上中間 有了一個LCD 等於是說 復古加科技 融合在一起 你想要看你的檔位的時候 你想要看你的油耗 溫度的時候 就在中間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你的轉速 想要看你的速度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指針 指針有指針的一種熱血感 非常的喜歡 然後呢 後避震的部分呢 我記得它是多連桿 後避震 非常的舒適 就是感覺它是 以一個舒適取向 重心設計 讓你覺得這台車很輕巧 然後你補油門的時候 也因為這些東西的作動 可能就會讓你覺得 很一貫的就這樣直接出去了 然後煞車煞起來也是 讓你覺得很安心 尤其是前煞 我覺得煞車煞起來是非常的安心的一個感覺 第三個 聲浪的部分 說真的這台車 你這樣只是怠速發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 好像還好 然後呢 如果你光單吹油門 聽起來好像 就覺得 它是紅排車子的聲音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要講 你實際上它會有一個聲音 像戰鬥機起飛的聲音 對 真的 超帥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直線加速的表現 現在是二檔 我們直接用視覺感 轉速馬上直接上去 轉速一上去呢 動力馬上上來 哇塞 我這騎起來的這個動力的扭力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 騎起來那個扭力的感覺 跟小時候印第安的黑馬 有一點接近耶 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價位的部分 這個是大家沒事最care的地方 同級距的車款 其實還是有蠻多對手的 SR700 CB650R Traden 660 凱旋的嗎 凱旋的Traden 660 是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如果 你是這幾台車的車主 或是如果你有這幾台車 願意借給肉腳 來拍一集帥氣的肉腳試騎的話 麻煩私訊我們 或是留言跟我們說 當然我們要講回來 剛才Kawasaki Z60 RS 它的售價是38萬多一些 38萬左右 我覺得38萬你可以買到 這樣子的外觀 然後這樣子的這些 性能 騎乘的一些感受 我覺得是非常讚的 很值得耶 我們剛才一直在提的就是 其實我們就這麼膚淺 只看外觀帥氣 好啦先去切了啦 又要再切了是不是 現在又可以展示一下我的口袋 又是空 Z650 RS 649cc 649cc 然後給你的這個扭力感 完全不像是649cc 40萬的價格 能夠買到這樣子動力 這樣子的操控感 這樣子的外型 只能說真的是受不了啊 你看這個彎 輕鬆解決 真的 你是要稍微夾緊你的油箱 車子就開始跟你一起動了 非常的敏銳 對我來說 它的這個靈敏呢 並不是可能 你車子因為太輕啊 可能會很容易就亂晃啊 飄走啊 沒有 它騎起來完全就是一個 很敏銳 基本上呢 你只要一推把 車子就倒了 有沒有 你只要一推把 車子就跟著你動 如果你買了一台車 它的所有的性能 配備等等之類的 全部苗頭 是對向它的老大哥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這台車 它的CP值應該是很高的 Z.50 RS 在這個價位 我覺得是蠻值得的 這樣子 騎起來我覺得是蠻值得 CP值很高耶 然後最後呢 我們要到第五個就是騎乘 實際騎乘的感受 因為Rob常常常看我騎的時候 就會看我在那邊叫 到底問號到底在爽什麼 這次他自己有試騎了一小段 他馬上知道 畢竟這也是我當初 就是在看的時候 也是想要的 騎上去直接嚇到 不要說嚇到 應該是驚訝到 驚訝到 驚訝的一個感覺 它那個離合點很好抓耶 因為它 我們剛才肉講了一個 因為它有配動一個 滑動式離合 實際騎乘起來 就是你基本上放離合補油 它就出去 都不會熄火 而且是順的 對小肉自己來說 我覺得 一吹油的那個扭力感 是讓我覺得很驚訝的 我說真的 在安全的範圍下 你只要趕 右手油門給它吹下去 我包準你整個人會 就是被扯出去 但是它扯出去又是有安全感的 對它不會 說真的 我真的要常常拿美式機車來比較 不是因為我討厭美式機車 拉著車子這種感覺 在Z650i10它設定的就是 它把你人拖出去了 但是是讓你有安全的範圍 你會很有信心覺得說 這個速度雖然很爽 但是我還Hold得住 我一直在想說 一台復古車 可能在操控上 你要多花一些心思 多花一些心思 多集中注意力去選路線 這個完全是隨心所欲 你只要一回油 或是你要吹油 它好像都照著你的想法 照著你的視覺方向過去 好 像現在這種很大的彎 我用三檔 它也不會抖 完全就是吸著過去 那有些人說 這種避震器好像有點太軟了 我個人覺得沒有 因為呢 它完全是在一個舒適 再加上 有一點性能禁忌的這個中間 去做一個平衡 所以我常常在說 如果你想要買一台車 不管是紅牌 黃牌 最快速讓你知道 這台車適不適合你的個性 真的就是去跨上它 好好的去感受它 現場看一下它本人 好的 最後的最後 我們再來統整一下 究竟到底是哪樣子的車子 它擁有了復古的車型外觀 但是它的性能呢 卻偏向動力派 偏向性能派 而且它把對手 不設定在同級距的車款 直接設定在自家車款的 老大哥身上 今天我們跟大家聊的就是這一台 Kawasaki Z650 RS 在這邊呢 我們要特別感謝一下 敏捷重車 借我們這麼帥氣的一台 Z650 RS 所以如果你要試Z650 RS 不用我再特別用力的提醒 應該要去哪裡試車了吧 好吧 這裡是肉腳愛奇車 我是小總 他是Robert 我們下次見啦 帥的 Yeah XD X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